端午节吃粽子算是我国流传甚广的传统民间习俗了 但是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 除了粽子南南的不少地方也有自己独特的端午美食 这两天东田镇的黄映吉一家就在制作他们这一代的传统美食了 一起来看看 这一天在东田镇南西村黄映吉家里 亲戚朋友们聚在厨房里 大家分工合作翻炒五花肉黑豆大米调味包扎 共同制作传统美食粽子 除了粽子外 在厨房的另一角黄映吉的夫人周睿智 正打算做他们家在端午期间必做的另一道节日美食 煎堆 依照个人喜好不同 煎堆也可做成咸味的 咸的煎堆可以加韭菜 虾皮 海绿 肉丝等 刚出过的煎堆表皮香脆 咬下去带着嚼劲 特别的香 在饭桌上 甜味的煎堆深受小朋友的喜欢 端午座煎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据传 唐宋时期由中原传入 至今仍在南安的东田 梅山 马头 康美 梅山等地流传 圆圆的煎堆质朴无华 却有改天造地的英雄情怀 相传古时候 农历三四月间 闽南一带总是阴雨连绵 人们生活多有不便 为了祈求上天不再下雨 大家就在端午节这天煎堆 希望以此补上天上的窟窿 转雨为情 盲撞后端午前正好是心脉收场时节 做一锅监堆品尝下劳动成果 想想监堆补天的传说 真是应景又浪漫的一件事